是的主播 画面中可以看到熊熊烈火 在铁皮屋内不断燃烧 火势猛烈 火蛇更一度窜出屋顶 浓浓黑烟只从天际 消防员到场立刻布下水线 一边使用破坏工具 切开铁皮车库门 另一边利用长梯 兵分二路进入火场抢救 这起火警发生在台中市太平区 太平路的一间民宅 13号晚间8点40分左右 铁皮屋因为不明原因 突然起火 或是一路燃烧三户人家 浓烟更是冲进一旁庙宇 逃出来的民众 看着自己的家陷入一片火海 脸上全是焦急与无奈 消防队或爆出动18辆消防车 55名消防员前往现场救援 经过约一个小时涉水灌救 成功扑灭火势 我们到了现场消防 其实二楼 它是一个全面燃烧的状态 然后它燃烧了三户 那索性经过我们的一个搜寻之后 确定没有人受困 索性住户当下及时逃脱 没有人受困也没有伤亡 至于实际的起火原因 以及燃烧范围 火雕科还在厘清当中 以上最新主播